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说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的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这群妇女吓到发抖 他们比较相信的是看着鬼 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 后来耶稣亲自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 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 门徒们正在伤心挨恩疾 所以也不信 再来耶稣再往移除马斯的路上 向两位门徒显现 在路加福音中讲到 耶稣沿路和他们说话 他们竟然不认得耶稣 等到一番功夫之后才认出来 他们就再告诉其他的门徒 其他的门徒还是不信 最后在十一个门徒一起作息时 耶稣责备他们的不信 但是却对他们说 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下面的 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 他说你们王谱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好了 好以往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门徒很扯 耶稣跟他们说 说了整个很清楚 十字架救赎的计划 还有说他三日后会复活 他们就是不信 不信再不信 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 我却特别看到 即使门徒不信 耶稣依然将那大使命 交给门徒 我想到我自己 其实跟门徒也没什么两样 我们已经活在新约当中 圣经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摆在我的面前 我还是常常不相信耶稣 耶稣却一直相信我 也将这样神圣的传福音的使命 交在我的手中 并且应许 这许多的神迹 要伴随着的我 只要我有一点点 不信当中的信心 好我们就一起来用五个提问法 来思想这段经文 第一个有什么诫命呢 就是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好有什么要避免的罪 就是不信 然后也不行动 一路不信到底 好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是奉了名赶鬼 说行方言 守人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守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日常生活中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就是我们在信心软弱的时候 要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导读 那我们对神有什么 最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不信的是我 但是神是信实的 他还是把那个信心 放在我的里面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孩子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 借着这一段经文 再次提醒我 我就是跟门徒一样 常常反反复复的不相信 主啊 谢谢你 把那个信心放在我的里面 即使我只是有一点点的信心 微小的像芥菜种子一样 你依然的使用我 主啊 帮助孩子 就是因为领受了你的话语 我就愿意照着去行 即使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我依然照你的使命去 我去传福音给万民 我相信那些神迹奇事 就要伴随着我们所传的道 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